看到黄色小鸭在高雄港遍卖萌 小朋友都兴奋地往前冲 要和小鸭合体拍照 我觉得它还蛮大的 然后蛮可爱 很想骑上去 很想骑过鸭在她们 国小五年级的小朋友 有的听爸妈说过 小时候有带她来看黄色小鸭 想不到十年后又再次见到小鸭 还一次看到两只 感受时间过得真的很快 在我小时候的时候有带我看过 应该是推婴儿车 就是我爸妈开车 然后带我来这里 就是我爸妈说他们有带我来过 不过我已经不记得了 怕只有一只的话 可能会人会聚集起来 会太多人 所以可能放个两只就可以 两边都可以拍照 好 先发了 小朋友是一早从学校出发 走路去做青柜 展开一天的校外教学 来到光荣码头看黄色小鸭 一路上老师也提醒小朋友 要注意搭青柜的礼节 先下车后上车 遇到年长的长辈要让座 不可以在车上嬉闹 不要过站忘了下车 有 就是像要 如果老人让他们座位 先让下车的人下去 再才能上去 老师说不能一直讲话 然后要好好听那个广播 现在到哪一站 不要漏下车 那漏下车怎么办 再坐回来 就是之前一定要过卡 然后下车的时候要刷卡 下车到了光荣码头 小朋友也知道出站要刷卡 在遍看黄色小鸭的同时 老师也介绍高雄港边的各项建筑物的特色和功能 以及高雄的城市发展和高雄港的关系 让小朋友更了解自己的家乡 比如说像流行音乐馆 怎么样的发展 然后你可以进去里面听音乐 或者是看一些展览 博二的地方可以看一些展览 那我们近几年有一些经贸的建筑 还有展览馆这些我都可以介绍给小朋友站 由于新上国小前就有轻轨站 校长也很鼓励老师带小朋友坐轻轨 办校外教学 沿线有许多文化场馆可以参观 和过去搭游览车的方式不同 多了一项学习搭公共运聚的体验 在过去的话搭乘游览车就在学校门口搭乘 然后就到达这个要参观的地点就下车而已 那现在搭乘轻轨它免不了要走一段路 其实这是反而比较好的 那么走去轻轨车站 要遵守交通安全 到达这个景点以后 那还要再走一小段 那么这个这样子的运动 跟班级秩序的维护 都会有很好的一个作用 学校前就有轻轨站 校外教学搭轻轨非常方便 学生也体验搭公共运聚的病例和安全 未来求学和工作时 也能够养成搭公共预计的习惯 减少交通和环境的负荷 记者王仲凯 赖昌邦 高雄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